yani 棒打 袍子 朴曉芸 业绩飞到饭锅里 这个看看还是很感慨 北带荒建设到这一步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70年了 有的这种沧桑巨变 了不起 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 这里是起了大作用 就是我讲这个话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